议会议店共好同行 基东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以及市议员们和议店基金会 基东区跟受照顾的身心障碍 好朋友们一起共好同行 基东市议会一向非常关心 弱势团体和弱势朋友 因此新春开工后 在议长同志委和市议会 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平 市议会员工消费合作社主席秦真 以及陈明健 陈君佐 韩世玉等 多位市议员代理议会议事组人员 特地由市议会员工消费合作社 捐赠总价值9万多元的成人止尿库 尿片 看护店以及奶粉等物资 给医店基金会基隆区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员工福利社主席秦真 非常用心带领我们全体议员 包括你看我们审查会主席何淑平 陈明健议员 陈君佐议员 来到我们这个理念区长 医店基金会经营的 这个申请障碍福利中心 来祝福我们的愿民身体健康 然后新的一年大家都平安 那我想我们大家员工福利社 大家辛苦存下来的这个基金 我们也帮助在需要帮助的人 那基隆市迈向一个高龄友善的社会 我想基隆市议会作为一个表率 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长者 跟长辈的需求 那基隆市议会全体议员也非常关注 我们迈向高龄化之后 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因应措施 我们接下来一个学区一个日照中心 或长照的机构等等 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的全体议员 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接下来会盘点 我们所有公有土地 或是公有的闲置空间 包含学校等等的 也会纳入教育处来做讨论 把我们一些该有的需求设备 来做准备好 来迈向迎接我们即将25%的 超高龄社会的长辈 那我想我们长辈的需求 除了身脏等等以外 还有很多可能是预防失智 预防老化 我们有非常多的机构 积蓄来设置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也会积极地来租促他们 那我们来迈向一个 友善高龄的宜居社会以后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友善高龄的城市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 也由区长李莲代表 回赠感谢牌 和伊甸身心障碍朋友们 绘画映制的平安春联 表达由衷的感谢 住民其实在这里 生活大概将近有25年了 那我们所服务的对象 大概有一半以上 是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 那所以其实议会的一些议员们 长年来跟我们的中心们的一些互动 和参与我们很多的活动 都对我们的这些住民们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在这一次运用他们的福利金 买了一些生活上的物资 尿布 奶粉 那可以让我们在这边的住民们 得到一个很有品质的一个照顾服务 所以在这里代表我们伊甸基金会 特别的感谢我们基隆市的议会 由我们同志委议长所带领的所有的议员 在新的一年龙年里面 能够事事如意 然后为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服务的对象 和我们的社会的大众 能够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一位一夜 共好同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